詞曲 按靈活動 你們送了你們所有這些人禱告的時候 我心裡 都 充滿了血了 哇 零粉不要敲下 是你站在那邊拍攝拍很久 或是你的洗澡 你的洗澡不是在洗澡 你講會說 你給了洗澡 你給了洗澡 你去決定 你要把什麼東西淘到 把什麼都淘定 然後告訴你 為了把在前面的洗澡 就有洗澡 Pickover 看後面就在一位 Pickover 那個人講 然後後面的 Pickover Pickover Hello 大家早安 我是Bonnie 今天是2月9日 星期三 2022年 已經過了一個月了 我們只剩11個月 又到2023年了 有沒有整件事馬上很discouraged 很不鼓勵 不知道大家1月的時候有沒有設定目標呢 我現在的樣子很殘 不如化妝先 好 就是這個部分 把我在不同 因為這是上帝 在基督耶穌領給你的旨意 上帝給你跟我的旨意 就是要寫 I was given It's in the way you move And in the sound of your heart We tend to fall together Fall in love and still In the end We'll fall apart So there's hope is that we stay close Hello 我化完妝回來了 超簡單超快 我今天用一個新的BB cream The First Ample BB Cream 它有SPF37 PA兩個加 上臉之後 第一就是它不會讓我脫皮 這個是非常重要 我用任何的粉底 最主要就是它不可以讓我鼻子脫皮 粉底它本身保不保濕 就是很明顯就可以測試到 它有Whitening 有Anti Wrinkle 有保濕 這些就是很on top的東西的時候 所以我也不可以要求它 另外遮瑕度也可以很高 但是它遮瑕真的是一般 中度偏低 這個我應該會繼續用 這個真的淡妝的話 就可以就這樣出門口 我今天只是上了這個BB Cream 然後上了一些遮瑕 因為我黑眼圈真的很吵 之後畫了眼線 還有眉毛 唇膏我只用潤唇膏 唇膏我用這個 唇膏 好啊 剛才說什麼 弄完樣子就回來了 我想說什麼 2022年已經剩下11個月 沒有11個月 其實22月已經開始了 我就是覺得 嘩 感嘆著時間 真的過得很快 好像每年都說這些 但我真的真的覺得 一個星期一個月 真的過得超級超級快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在一個找工作的狀態 所以我經常覺得 時間過得很快 其實真的過得很快 大家留言告訴我 你的感覺 我小時候覺得時間過得很慢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就發現 原來我一直都沒有高設定 因為其實我一直都在用 一個notion template 然後我就發現 咦 原來我notion template 裡面的那個 2022年 那些的目標 那個欄項 我是一直都沒有填 就發現 對呀 我上次只跟大家說 如何跟2021去說 拜拜 去reflect 但是我從來沒有 設定我今年的目標是什麼 因為我一直都沒有做這個目標 那我又 唉 在想 我不是真的要設定目標呢 2021年的目標 基本上所有事情都不是按我的計劃 不是按我的計劃 然後我的目標 有很多都沒有完成 然後我就覺得很氣餒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 有這樣的想法 我一直都覺得 唉 我其實是不是都要設定目標 設定了有什麼用 然後我就去youtube很多不同的影片來看 然後就去 有很多人就去說 為什麼你要設定目標啊 有目標很好啊 你有個方向啊 blblbl 而我去年都是很hype 都是好像是這樣 我都好像出了一條類似的影片 然後我就覺得 Oh my god 其實我沒有一定要設定目標呢 我真的不太知道 我有什麼可以預期我 說真的 我可以說一下 我去年有什麼目標 很遠大的計劃 我去年 我辭職了 2020年的時候 我就是想2021年的時候 在上半年完成了我的課程 然後在夏日的時候找工作 然後在夏日的時候找工作 然後在夏日的時候應該找到工作 然後在夏日的時候 你現在看到我剛才也開始說 我找工作 所以其實我根本是 沒有可以完成那些事情 我的課程然後到夏日的時候才完成 然後在夏日的時候 然後在夏日開始找工作 然後就找到現在了 所以其實是我上年目標 最大的目標就是找到工作 所以我完成不了 而我另一個目標就是 我可以搬出這個地方 但我不要認為我認為這個地方不好 這個地方真的超級好 然後Lanord也很好人 但我想換一個地方 是多一點窗 還有多一點陽光可以透進來的 我現在都在正的窗面前 然後加了一個台燈 你看到我後面的環境還是很黑的 所以其實如果平時不開台燈 只是開個窗 這個陽光是不能夠 令到我可以很productive做事的 那我就想換一個地方 是有更加多窗 更加多陽光可以透進來 令到平時的工作也好 我覺得整體個人的精神上面 會可以開心一點 我原本也是想 如果找到工作之後 那我就可以 可以密識一下 有沒有一個更好的地方去住 我又沒找到工作 所以我也完成不到我的願望 而且現在租真的很貴 我們看外面的租 我心想 怎麼這麼貴 但現在不歡 我又覺得 我想有多點陽光 這樣的一個狀態 好像也很難看 我可以 請問你 我只會 我只會 我想有些 你的 那你能有些 我會 你 如果我正想 我會 你再有些 你那我 Lot 是床与你的生命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Bonnie 今天和我一起去打這個BOOSTER的髮型 有點緊張 因為我不知道它在哪個位置 我拿了這張卡 Thank you 因為我是第一次要去這個Harmacy去打髮型 之前那幾次我都是去排那些vaccine中心打針 但這次就要去Harmacy 還要來Costco Pharmacy 所以我有點緊張 我不知道自己應該要去 OMG 這個超級真實 錯了錯了 我不是要來Costco啊 救命 我是要去那個vaccine center 救命 大家 開始打到了 究竟我今天能不能打到BOOSTER呢 我希望可以打到 我今天一定要打到 救命 去找回我的車 現在快點駕去那個vaccine center 以我之前打vaccine的經驗來說 它是不會檢查你的時間的 但是我真的 救命 救命啊 幸好我提早了時間出來 不行了 只剩5分鐘 好 沒關係 為甚麼會這麼害怕 我會救命啊 會不會不讓我打呢 甚麼都做不好的 為甚麼你 糟了 我怕它不讓我打 怎麼辦呢 不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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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嗨 嗨 嗨 我來這裡為BOOSTER SHOT 你來第7位嗎 第7位嗎 OK 謝謝 謝謝 嗨 嗨 你來第一次嗎 進 第一次 第二次嗎 啊 第一次 第三次 是BOOSTER SHOT BOOSTER SHOT 你好 我打完我的BOOSTER SHOT 我剛才問我 你上次打了甚麼 然後我打算找回我的卡 我找不到 我上次的卡 但我記得我自己是打FYSTER 所以 我告訴我老公聽 我老公一定有說 欸 找到了 救命 我是打FYSTER 名1K 對 我打FYSTER 所以是OK的 我現在要在這裡等到 55分 吃甚麼 欸 那這個時間 我就可以來 買麥當勞了 待會開車去拿就行了 那支針刺下去 其實真的很快 但它針刺下去 很痛 不知為甚麼 第一針的時候 是沒有感覺的 但是 這支針刺下去很痛 而且它刺下去之後 我現在的手是很避 就是上邊的臂部的位置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我昨天做了運動 我昨天剛好就是做手臂 上半身的運動 好 現在來 買麥當勞 搞定 我已經買了麥當勞 那現在我就 等到 55分 就可以了 現在52分 還有3分鐘 那我現在就看看Youtube 我最近迷上了這個女生 好可愛啊 搞得我好想生BB 好可愛啊 好像這麼可愛 好可愛XD 他們好可愛XD 超可愛XD 3B 我老公 我老公說 找工作啊 你要找到工作才跟我說 我知道 我知道 真的很可愛 剛剛那個人都沒有告訴我 我是否可以離開 因為我看到已經55分 但他又沒有告訴我 可以離開 那我就在想 我真的可以離開 然後他連我的紙也沒有離開 85張紙 我現在已經在麥當勞 然後拍下了一輛車 就在等我的外賣 我現在好餓 超餓 現在1點02分 這就是我整個去打我這個 booster shot的過程 不知道大家打了這個 這個第三劑 大家打了沒有 如果打了的話 下面告訴我你的情況是怎樣 希望我明天不會太累 或者太病 因為我明天是有interview的 我明天也挺興奮 明天的interview 很緊張 我等一下要繼續回去準備 好了 我們下次再見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我打完那個booster 之後的第二天 我這邊左手的上臂 依然是很痛 我昨晚睡覺的時候 好痛啊 逼著這邊小鼻子 但是我又不得心 原因是因為 很搞笑就是 每次我打完針之後 我驚奇就會到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是我的後遺症 大家都是可能 手痛啊 不舒服啊 流鼻水啊 但是我是M到 我上兩次打疫苗的時候 也是這樣 因為都是差不多的時間會 但這次是做了一個多星期的 所以我就覺得 蠻特別的 我現在就來 用我這個壺 去做這個 紅糖 紅豆 水 我通常會洗一洗 我媽媽說要浸 但是 太難了 我等不到 所以通常洗一洗 然後我就會把它放進去 還有我自己是不喜歡紅豆太軟的 我是喜歡有咬口的 豆 然後煮它10分鐘 之後再加紅糖 那我就放在這裡 讓它自己做 做下去 beside我 blueprint 從來 滿麗粮的 香糖